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我们的伙伴装备功率篇 到底伙伴装备跟我们的属性上面有什么小秘密是你不太清楚的呢? 这是一个我忍了超久超久要拍的影片,真的很难哦 之前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他就没有更新啊 好了,我们首先在打造当中呢看到了伙伴装备啊 我们现在对伙伴装备呢是要知道一下 还有分这几种装备,这四件大家应该不陌生啊 那还有我们新增的图子打造当中呢有四件 城霞的装备,它属于的是像这个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唐清风啊 然后这个是属于叶开 那这一件呢是属于富宏雪,还有这一件是属于我们的沈姑虹 大家你可能会问说,难道我们没有其他件的吗? 比如说公子羽跟薛乌美呢? 好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稍微转一下陆服才能看得见哦 好,陆服的部分呢还有这一件来自我们的薛乌美 这是我们的薛乌美,然后这个 这一件是我们的公子羽 你会发现,奇怪,为什么他们的装备都是属于 呃,防御型的装备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好,那转后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装备这个东西呢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日常是用打造的方式 那我们这一期更新真的跟得非常全面 更新到陆服的所有的持平板 除了等级以外,其他全部是持平的 这是给大家的惊喜,也是给大家的矛盾 因为太多内容了,一下好像没办法吸收 所以呢,这个影片呢就会单独跟大家讲一下伙伴的装备了 好了,我们在起初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们用30个琉璃火可以打造,对不对? 那因为我只有223个啊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件行为就是 来点一下伙伴装备 装备分解 把你所有不要的装备都分解掉 那获得453个琉璃火 那大家之前可能有囤什么1000个啊 2000个琉璃火啊 我后来是全部打造掉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伙伴都是要穿装备的 出站跟住站加起来至少是27件 还不加额外的部分啊 所以呢,你还是有必要去打造它 毕竟每周只有15次 因为我按的比较多 你会发现它有点卡住了 对,它现在没有理我 然后大家 因为我总共是背包是有200件嘛 所以大家在分解的时候 其实可能几十件,几十件比较快啦 那卡一下也没关系啦 我们就是要等待一下它分解的时间 好的,它终于分解完了啊 真是不容易啊 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打造装备的部分 我们来分解完之后 我们来打造每周15次要把它打造完 所以像在世界当中的交易 如果能拖到琉璃火就拖 并且你看,其实哦 之前我们是要一件一件打造嘛 是最新的136版本才能一口气打造 所以更新对我们来说,还是挺好的 好了,我们... 欸?它只能五件五件打造 看看有没有小确幸 没有 一件打造可以获得六个青琉璃 有看到吗? 我们把它打造完 基本上大家会问说,怎么样会出金色的装备啊 在30次的上下就会出了 呃,运气比较好的话其实很容易出 运气比较差的话要到40级 我在不同的账号上有测试过 真的有运气比较差的人 好啦,这个...这个地方可能差一些 在其他地方好一下就好了 好,正属于打造装备的部分 那我们来详细说话关于装备的属性了 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说 每一件装备身上呢 就是你看 这个属于 还差一个属性的装备 是专属技能 只是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这件装备不是它的专属装备 所以需不需要洗出来不重要 大家需要看一下基础的属性 这个我们只要金色的 当然因为我是气径职业 其实这个会心增伤 一变成暗伤增伤 加暗伤攻击 这一件我装备就毕业了 超完美 这个要再洗过啦 因为它都全金色了 所以我会先把其他没有金色的先洗 你看会心减伤 这件就是毕业的 如果你还要额外加一点点 是可以要洗下它小属性 那这件呢也还没有毕业 这是属于装备的属性 那装备的属性 为什么会特别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呢 首先它会加功力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 大家没看过阵容下面这个属性详情 有说上阵伙伴的5%属性加成给玩家 驻战伙伴的1%属性加成给玩家 那户属就是我们的城峡当中 叫二星驻战 它的护主技能 我们往下拉 这边是战阵属性的这一块 这边是驻战属性的这一块 这边是户属性的这一块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它钱跟你花的差不多 但它因为侠客的那个神侠的星级比你高 它可能属性比你好一些些 所以属性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那至于这个地方到底怎么计算 它说上阵伙伴的5% 5% 我这边要重新洗过 因为之前还没有新版本 没办法洗嘛 现在可以洗了 等一下来用一下 上阵属性的5% 那我来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这件装备上面 不是有彗星增伤27%吗 然后把它乘以5 5 7 35 5 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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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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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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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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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5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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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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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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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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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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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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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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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 1 10 9 可是你这个装备可能不是给专属的那个人穿 其实有没有洗出来无所谓 那右边这个呢 绒柱特辑 洗的就是这下这条 是这条 这个洗的属性是这个属性 来我们来找一件来洗 这个其实我不要会心增伤 我是要暗脏增伤 看有没有机会洗到 不想哭 大家记得你看 如果你洗完没有确认要这个结果的话 你就是放弃 我不要那个属性 我还觉得那还不如会心增伤的 好换一件换一件换一件受不了了 太伤心了 叫那个雾气 这个这个好了 因为它有会心增伤的暗脏增伤 其实那好像是OK的啦 只是就觉得差一点 要洗一下 更惨 然后它是有所提升的 可是差很多 大家发现虽然它的有上升嘛 会加一些功力 可是我不会咬 对 这我不会咬 要了干嘛 我觉得这件今天发自不好 换一件换一件 我会记得那个紫色的 这件八字真不好 抗性双抗 这个好了 我一样洗 你看它是持平 当它起初的是会心减伤45.5% 然后气血 其实气血抗性没什么用 主要还是这个减伤 那如果在这个左右当中选择 它功力是一样的嘛 我会选属性 因为抗性没什么用 对 这样洗下去 我就获得了这个减伤的部分 那因为它是5%加到身上 所以我的减伤55 55还是55的 又加了一些些 你看是不是很多 其实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减伤 真的是很多 加起来在身上的话 就是它可能 就是一小 一咪咪小小的机会 就可能让你活下去哦 这个我要洗吗 这是会心增伤啊 它没有出展 好啦 我洗去 无意伸伤那一把 其实这个已经很OK了 但是我一把洗出来会掉漆 而且我只剩一次机会了 好吧 其实可以换啊 为什么哦 因为它是真的两个增 我要暗伤增伤嘛 然后又有会心增伤嘛 然后这个增伤比这个高 然后这个暗伤 它虽然少了1500没关系 然后它供给只是差了20 我觉得可以的 好 我们再洗完了 小小写一下 大家有看 刚才看到我的属性吗 没有看自己回看 不管 有没有 我刚才的增伤的部分呢 在这一块的时候 增伤部分是那个 暗伤增伤只有1点多 像是已经到2点多快3了 然后我的会心增伤还是维持 因为我没有洗掉它 诶 你有没有发现 我只是这样修整一下属性 然后但是我的增伤 反而变多了 所以呢 大家要通过日常去累积 然后来增加自己的属性 因为我们之前问过说 攻击到底哪里来 就这些装备上都是攻击啊 攻击哪里来非常非常的洗碎啊 那这个部分只是关于伙伴的装备了 那这边来跟大家说一下 除了我们记得这个4件 这4只 这全部都要穿对不对 这4只出站要穿 然后就12件 然后这边5只出站也要穿 然后 355 这边就是27件要穿哦 那大家可能在伙伴的过程上面 我再稍微跟大家做个延伸 伙伴过程的部分是关于这个重拾啊 它重拾会返还90%的材料 那剩下伙伴的等级就是也会 就是快换你这个书啦 那问题来了哦 大家可能想全部都归远 其实没有必要 你把这些紫色的归远就好了 剩下的这些不用 如果一定要归远的话 除了白小生以外 其他都可以归远 还有包括你会召唤到新的我们的神下 他们都需要喂嘛 你不可能把前面出站住站的给他归远掉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心还没有伸上去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结果啦 好了 这个就是关于伙伴的一些就是 详细的小撇步跟一些玩法 还有细节的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更多去提升自己的属性 然后去精进一下属性 这一边对功力影响没有非常非常的大哦 一滴滴啦 好了 详细的部分呢 如果你有一些细节不了解 可以在说明当中找到我的链接啊 就是我的社群链接 进入社群有更进一步的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或是聊天 可以提问 就是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毕竟每个账号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需要玩的路线也是不一样的 我是小花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键在吧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啦